這要請老王幫我們來做觀察 因為莫比爾斯告訴我們了 每一次這市場要大洗牌的話 財富要重新分配了 所以其他新興國家的農糧大國 現在即將要因為貿易戰而崛起了 那台灣的食品類股有機會再崛起嗎 好那講到這個故事我們要先來講 明樂剛才有提到我們最近是台風 我們最近台灣人最新最新奇的是在追這個颱風的動態 每天看颱風到底能不能放颱風架 但其實我們中國網友並不是在追這個颱風 他們在追什麼 他們在追這一艘船 這艘飛馬封號 為什麼要追 因為他上面滿載這個黃豆 就是為了趕在關稅之前 就要中國去 因為是美國出口 美國出到中國 中國 我們知道有關稅 你只要玩了這個Day Night 就會被扣25%的關稅 那你知道上面 目前這個狀態是還沒滿載 如果滿載的話 下面這個都看不到的 就存在這裡面 那你知道上面再滿是在多少 大概7萬噸 那7萬噸的價值大概是 1億5千萬的人民幣 那25%就很多了 算下來大概4千多萬對不對 明樂如果我告訴你說 你差了 差了幾個小時就差了5千多萬的這個 我用飛的也要趕快送到中國 沒錯所以你看他這個圖 這是他的航線圖 那中國網友很有趣 幫他創了一個微博的帳號 然後在這個 微信上面每天在追蹤每天在聊 你看他從這個日本的這邊 北海道一直跑跑跑跑跑 只花了5天 就 趕到這個大連 這是一艘大的貨輪 你說5天好像很久 其實他也是有很快的速度 對很非常快 你看他的時速已經來到什麼 他原本 原本時速大概22.6公里 全力加速變成26公里 所以我說他是個戰船 為什麼他戰船 因為這個 我們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 第一次遇到這個中美貿易大戰 當然這是有歷史性的意義 就像我們這個台灣話講的 然後這個郵門100 這個韓動的慶菜 我翻證中文就是 方向盤100 油門隨便踩 那 確實就有這種感覺 大家網友去看到底能不能到 明樂你知道為什麼 最後到底有沒有趕得上 對 7月6號是他的day night 而且是中午12點 對 那眼看就快到了 最後還是差了 一點點 還是沒到 他是下午的 下午的5點才進港 哇 差了4個小時 那是不是很可惜 對啊 有人就說 進港 明樂給你一個思考 那現在你現在要不要進港 你已經開到大連的門口 開回美國嗎 開回美國不行 因為他上面在是農產品 我們知道農產品運出去就不能再運回來 因為一些傳染病的問題 那怎麼辦 這個就網友開始 開始講 開始聊故事 說可能這個是 全部倒下去海裡面 餵 7萬噸黃豆豆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釣魚對不對 麻煩你漁船開到大連港附近 那個魚會長比較肥一點 但是 我有在亂講的 其實我給一個科學根據 因為大連港 目前港口是主射的 所以船要開到大連港 通常一般的船 散裝船 也會在外面等到六天 才有辦法輪到你卸貨 所以 我從7月6號到現在 還有六天的 時間 這個老闆還正在 焦頭爛 現在船 到底要怎麼辦 對 但我們知道中國 其實對其他有 幾些國家 他是有這個 黃豆的 關稅是豁免 是零關稅喔 所以如果我是這艘船的老闆 對不對 我會請這艘船開到別的地方去 是 第三國 然後再用零關稅 進到中國 這也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 轉個彎繞一圈再回來 那如果這家老闆 覺得我這策略不錯 也可以找我去 搭個這個 軍師 可以考慮 比倒到海裡好嘛 對不對 好那這個是這樣 我們就 這是故事啦 我們說 那巴西黃豆 像 您剛才講說 我們金錢報就提醒大家 這個 下一個機會在哪 那上次其實我們說 如果進了美國的黃豆 下一個一定是巴西黃豆 因為是第二名嘛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告訴你 因為你已經戳過巴西黃豆 你要注意誰 我跟棉花非常有機會喔 你看這個是全球主要棉花的 產量國 生產的國家啦 你看到第一名的話是誰 第一名其實是印度 那美國的話 中國然後再美國 大概是這樣排名 印度生產第一名的喔 可是你看這邊是出口 出口的部分 出口是誰第一名 出口反而不是生產最多印度喔 而是美國啊 美國是出口第一名的 為什麼 因為印度 本身對這個棉花需求比較大 因為他們就出產這個棉紡製品嘛 對不對 那可是你要想喔 當初為什麼這個巴西黃豆 可以取代美國黃豆 主要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他是排名 世界排名第2的嘛 當大家不用這個 美國黃豆的時候 我巴西黃豆是不是有機會上來 那同樣道理 目前印度是排名出口第2的 尤其他產量是第1名 有沒有機會趁這一波 扭轉一下 所以這個 印度的棉花價格 也可能跟美國棉黃金 也有可能喔 就大家以後不會再講是美國棉 他說我的衣服是印度棉 對不對 那再看一下這個 那中國要不要抓住這個要害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 打黃豆就是因為黃豆進口 從美國進口非常多 所以我打這個要害 這是中國 從 抱歉這個是美國棉花出口國 就美國出口的 你可以看到第1名是誰 中國 第2名是越南 那意思代表說美國出口到這個棉花 在中國的棉花是非常大比例的喔 那也就是說中國能不能抓住他的痛處 假設我都不要進口你的 棉花了 那 當然美國就會感到痛嘛 所以這是未來貿易戰 也許可以主軸 各位觀眾可以注意 那我們回到這個食品股來看喔 其實講到這個食品股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黃曉玉在跌嘛 剛才明樂講 可是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說 黃曉玉跌 那原料跌對不對 我的食品 沒有繼續漲價 我們的物價應該要降 對不對 原料在跌啊 對大家覺得這樣有利差對不對 那食品股全部都要漲對不對 其實這個問題 不見得啦 那剛好這個觀眾有聽到這集 就非常 幸運啊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第一個我幫大家去查 我去上農糧索 特別查 這是我們的這個雞肉產地的交易行 台灣的 北部的 你看最近這幾個禮拜是怎樣 一路跌一路破底 那再看一下這個豬肉 豬肉呢就稍微好一點喔 你看到 糧食的這個飼料部分其實有在跌 可是豬價 有在漲 所以所謂的 豬糧比 豬肉呢 價格有慢慢在回溫喔 但是都還來不到怎樣 都還來不到去年的豬糧比 這告訴大家一件事 我們之前說如果 黃曉玉在漲的時候 飼料 我們國內飼料股一定會受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大家會期待 會有預期心理要漲價 所以這國內飼料只要漲價 之前是不是黃曉玉的低價庫存 那這個廠商就有利差嘛對不對 可是現在反過來喔 黃曉玉在暴跌喔 那台灣廠商 你有辦法漲飼料價嗎 我們就要看下游了 對啊 大家就跟你講說 你怎麼可能漲價對不對 那變成你不是 你不能有利差 你反而是有跌價損失喔 所以你如果是飼料廠就會有損失 再來看 如果你是養雞的大盤商 或者是養雞廠 你會賺到錢嗎 你的飼料雖然在跌喔 可是你的養雞肉也在跌 也在跌啊 所以 各位我接下來就要教大家 你要選哪些類股啦不要去亂碰 先來看一下這個 食品類股 我們看食品類股 最近前面起波大盤在大跌 可是這個法人在買超這個食品類股 而且食品類股一路在創高啊 沒什麼拉回 這個名量算是走了很長 大多頭對不對 而且他還可以突破一個三角收斂 那我們量價累積圖最大量是壓在這邊 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1808這個位置 基本上突破之後只要不跌破 守住這個大量區間 就有機會震盪盤間往上 因為食品類股是傳產喔 你也不要期待他可以狂飆啦 他屬於那種慢慢走溫溫走的 氣火慢頓 所以你要操作 就等有震盪拉回再去做介入 然後也要抱持現在是慢慢布局的 講到這個飼料的關係 我們先來看大成 因為大家食品股第一個一定想要大成 可是大成最近沒有漲啊 為什麼沒有漲 先來看他的一個產業的結構 你看 這是他的產銷組合 你看最大宗這個紅色是什麼 是飼料啊 這兩塊五成 對啊那飼料現在是有損失 因為黃曉一直在跌 再來第二個 他是看什麼 毛雞跟肉品啊 那雞肉最近也不好啊 我們雞排價格都沒有漲 沒有漲 那可是雞肉在跌啊 雞肉在跌 所以你要想 所以是做食品的這些廠商 最下游的那些 那些品牌會越撈 便宜的永遠在海上 可是他這個機場就不撈啊 因為他肉機是往下跌的嘛 大家要這樣看 所以他最近就沒跌 那最近沒跌呢 大戶其實比早知道更了解這個市場動態 所以看到人家早就 上一波拉高的時候 這個叫拉高趕快賣嘛 對不對 早就一路往下了 這也是籌碼的問題 那法仁呢 法仁其實也沒什麼捧場一路在賣 因為整個市況 賣機現在不好賺啊 所以一路再往下跌 如果看就短線來看 這裡有個大量支撐 簡單講這邊有個缺口 我們就看這個缺口 我們不能守住 缺口的下游是37.35 這個地方如果守住他就繼續做橫盤震盪 等待有利多等待機價的回穩 那如果不小心失守的話 你可能就要小心他會來到這個下面 大概是35塊這邊的支撐 就比較注意 那再看另外一檔 我們說這個 原壓是原壓 我們說飼料會跌 我們說上游黃小玉會跌對不對 那肌肉因為跌所以沒有太大的利差 可是你看這邊 油脂 油脂反而沒有什麼跌 還是維持一樣的價格 你知道 可是黃小玉的原料跌了 那他是不是就有機會維持往上 利差就擴大 那你看果然福茂油的走勢 就跟大城完全不一樣 他一路做震盪 這邊做區間的突破 這個區間大概是84到78塊 那你把這個加起來 大概是6塊錢的等幅測距 6塊錢加上去 今天的高點好像 6塊錢84加6好像來到差不多了 所以就短線上來說你不要急得最高 但長線如果回測這個支撐84塊守住 還是可以多做注意 你看法仁也在買 所以法仁也是在看基本面 也是上網去查這個肌肉的報價 那再看一下統一 統一也是一路到 統一是我們食品的龍頭 那他會大漲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統一超 我們知道統一超賣很多鮮食 對不對 統一超最近一路在創高 那要很多鮮食 鮮食一定賺 為什麼 你有看7-11的便當在降價嗎 好像也沒有 好像也是一直漲 那裡面的肌肉豬肉都在降價 那他怎麼沒降價 然後越來越薄了 沒錯 那肌肉地差是不是擴大 所以統一跟統一超賣 最近都是一路往上 是食品股的 我們重要龍頭 外資也一路在買 最近進行在買 那這邊剛好 如果你要超過統一 他非常牛 他大牛股 不太容易飆 所以你就用區間 區間這樣來判斷 你看他都手速區間下緣 拉高之後手速區間下緣 拉高之後手速區間下緣 都一樣 所以這樣 我們同樣的 道理來複製 如果可以手速74.5 這個區間下緣 基本上你還可以繼續做持有 這是中期的 那短線看 因為短線這邊稍微做突破了 今天稍微做突破 所以就看短線的區間下 也是78塊 這邊如果守住就還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最後一檔 一樣 我們剛才講是最下有 最下有那個賣產品的 賣食品的 會賺嘛 就是我說的品牌廠 或是食品通路會賺 那蓮華石 他下面 這個是他的產銷組合 就跟大臣 普風完全不一樣 你看他 最大一塊是什麼 鮮食類 注意這是蓮華石 蓮華食品 不是蓮華 要分清楚 鮮食類的話 鮮食類我剛才講 一定是最賺的 因為你的原料那些肌肉什麼都在降價嘛 對不對 好那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長線的超級大底 我看到這好幾個 這好幾年了 他五年了 他的走勢圖最近也是慢慢 是蠻強勁的 那 各位觀眾如果你想要介入 因為他成交量比較小 我現在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要介入就慢慢去買 那這個大量資深 壓在這裡 大概是35.7塊 這個長線 抱歉36塊 大幾千 如果可以守住的話 未來也絕對再慢慢往上 因為他千張大戶也是 也是在持續創高 對但是 提醒一下這量比較小 大家注意一下 我先來請教一下小緣喔 這個大家昨天在想說 這個到底 舊愛 把這個 一百二十億賣掉之後呢 然後新的買家又是誰 大家都在瘋傳 你怎麼觀察 好那我們剛剛大K一直提到一個關鍵字 前妻喔 今天報紙所有人都提到說 疑似是前妻賣的 為什麼會是前妻賣的呢 那前妻的話呢 也印證了其實 綜藝天王吳宗憲 文學大師李遙 所說的一句話 他說什麼 世界上最恐怖的動物是誰 不是老虎也不是獅子 是前妻啊 那前妻到底有多恐怖呢 我們話再說回來喔 那 陳泰銘呢 我們知道他過去有一些情詞 那我們大家最 到底是不是前妻賣的 這是一個謎 可是我們大家最熟悉的他有一位 紅粉之己呢 叫做官之靈 那是不是他呢不知道 那這些都市長這樣謠傳 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前妻的威力到 非常非常大 那前妻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再舉個例子好了 大家都有看過鋼鐵人二吧 鋼鐵人二的話呢 那時候呢 史達克呢他的一個對手叫做漢默 漢默這個人呢 他有說了一句話 他研發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武器 他說這個武器啊 足以摧毀一座刁堡 而且呢還可以摧毀更底下的刁堡 刁堡這個武器非常非常厲害 這個武器呢 他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前妻 就前妻飛彈 前妻飛彈 所以你就知道說前妻的威力呢 似乎真的很強大 但是呢 我們必須講 前妻雖然說感覺很恐怖 可是雖然說關係可能跟 當初結論之後有些變化 可是 雖然分開我們還是要好好的 呵護他還是要維持好一定的關係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國劇的股價好了 如果說假設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呢 這時候的一個轉移 這時候的一個 特定的那個盤後巨制的交易 其實是賣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我們從今年來講就好了 今年已經漲了1.8倍 他賣這個地方 他對前妻 如果假設真的是前妻的話 也對他也蠻好的 破例了結OK 大家就擔心說 那這個地方賣的話會不會是高點呢 我們舉一個過去的例子來看就知道 過去的話呢 如果假設有紅粉知己 然後發生類似這樣的一個事件的話呢 我們舉一檔例子好了 這檔例叫做廣達 廣達又有前妻飛彈 不是前妻 是紅粉知己 那我們就講說廣達的董長林百里呢 那我們知道說他跟 另外一位紅粉知己後來有一些關係嘛 那他的這個老婆呢 核殺 妻子核殺呢 在2015年的26號呢 那時候呢 也跟現在很像 聲浪的持股 賣了1.7% 那時候也很多 那時候套現的是 53億多 那時候呢 就賣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跟國劇有點像的是 同樣都是漲了一段 這時候才是聲浪持股 那聲浪之後呢 哇 看到後半年跌了35% 那這個東西我們辦法印證不到 我相信我舉這個例子給大家參考說 其實呢對待前妻 還是有相當的善意的 那這部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另外一個例子呢 這就不是前妻了 那同樣是這個妻子 大幅轉讓持股的話 是有目的的 我們看一下台數 台數是限途 那之前的話 在2016年的時候爆發一件事情 2016年12月的時候呢 王文潮的妻子 陳安靜 那時候呢 他聲浪了 2.34萬張的 台數三毛股票 18億 聲浪18億喔 可是聲浪了之後呢 我看一下同樣跟國巨或是廣達 同樣一個特色是什麼 之前都先拉了一段 拉了一段之後聲浪 可是呢 他之後呢 沒有什麼下跌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很大部分是因為 結稅的關係 我們知道說 陳安靜的話 他是新加坡企 其實這兩個 鼓勵 所得這個稅 一課的話呢 光今年的這一年的鼓勵呢 就省了2億的 所得稅 所以說這部分有可能是 結稅來做一個關注 可是我們講說 到底是不是前期賣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 可能 不是前期賣的喔 這人是誰 這個真正賣的人 可能叫做KKR 國巨之前的好朋友 對他的好朋友 國巨在2007年那時候呢 引進了KKR為策略投資人 引進之後呢 到2011年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公開收購市場的股票 所以那時候是 陳泰銘的個人跟 KKR合作 來收購市場的股票 那時候想要這個私有化 對都想要私有化 可是收購完了之後呢 大家想說 不是KKR直接下去買喔 是他成立的一家公司 叫CIHL 下去買的 所以說後來我們今天發現到 今天的這個答案揭曉 他們賣的是誰 是 CIHL賣的 所以CIHL的話呢 是陳泰銘個人 跟KKR合作的一家公司 所以現在答案來了喔 到底是誰接 如果說是陳泰銘賣的話呢 他要申報 可是現在如果不是陳泰銘賣 是KKR的話他是外部投資人 他就不用申報 所以有可能是KKR罵 可是也有另外一個可能 陳泰銘會不會 個人賣回給公司 這也是另外一個答案喔 所以我講這兩個可能性 或是甚至 前期的可能性 給大家做個看考 對國劇今天有講的 他說針對這筆交易 他已經澄清 不是國劇內部的關係人 而是之前有一個這個 中信元件的投資專戶裡面 的這個股票賣出來 所以是屬於外部大股東 雖然不知道是誰 但重點這個人 他就是一個大股東的一個角色 那大股東如果在這地方賣股票的話呢 到底怎麼看喔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國劇的基本面不用講了 他 今年呢 保守預估有人說賺八十塊 明年一百零三 後年賺一百一十二 所以基本面OK沒問題 那 這個法人對他的目標價呢 基本上 都是價格非常高 甚至呢 最高來到一八五零 那另外 匯豐呢 最近是把國劇目標價 從一千五調到一千 五百五十元 不過今天 國劇股價確實受到影響 呈現一個重挫跌了大概八%左右 不過呢 他跌回的這個價位 剛好就是這個區間 九百七十二到一千零三之間 這個區間基本上 要請教一下永年副總 有大股東在這邊賣 可是有另外一個 買進的人現在也變大股東了嘛 所以這邊到底是一個 剛這個是一個鐵板還是一個鍋蓋 因為他已經影響到其他被動元件的股價 好我們這樣子講 就是說 到底是誰會願意在這麼高價的時候來買 這個2.8%的股價 對一年漲了12.3倍 然後在這邊買 而且還要爆三個月 不能動 對爆三個月必鎖齊 哇那他這個 要他 他一定對這個國劇的後世 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才肯買 不然的話 你敢不敢去買 對現在就你買國劇爆三個月 不能賣 對你敢不敢買 不敢買 對不對 那我現在算 我現在算 如果今天我是 這一個 接手的人的話 我為什麼要接手 我算給大家看 假設他6月份是75%的話 所以他 他6月份就可以賺到13塊 那以此類推來講的話 他今年下半年我們假設 他每一個月只賺一個股本 不要說賺13塊 賺一個股本 賺10塊就好 對 他這樣子累計起來呢 他今年呢 他的EPS 會到102塊半 是 我們假設就是102塊 請問一下 他現在的這個本益比 本益比不到10倍 不到10倍 對 那麼呢 高價股的本益比 一般來講 都是在20倍以上 所以你換算一下 他的目標價應該在哪裡 所以你的意思說就是 高檔換手的意思就對了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在接下來的三個月 還會不會繼續漲 我們不知道 可是呢 如果以公平的交易法來看的話 以價值的角度來看 價值的角度來看 他的目標價呢 應該是在2000塊以上 才屬於合理 另外一檔股票 大力光的例子最明顯 大力光去年賺了129塊 那麼他的這個 對不起 193塊 他的那個股價 今年的股價 平均的 平均的價錢 大約是在 4000塊錢左右 所以就是23倍 是 他23倍 所以呢 我們不要說國際23倍 算他20倍就好 應該也可以到 2000塊左右 被他說不斷 平均一部分 對 他 真的 很若快 喔 從